來看一下那個206題 這一題的話真的是比較簡單一些 因為這一題的話主要是要合併 第一季到第四季的報表 其實在工作裡面還蠻常會遇到資料的合併跟分割 其實不外乎就是把多季、四季合併成一年的報表 甚至是十二個月合併成一年的報表 有沒有年報表 然後甚至還有可能分不同的時間 可能一下資料要分一下資料要合 那如果說你不能快速的把它分分合合 你要做報表就很麻煩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它其實就是利用 Isair裡面有一個叫合併會算功能 可以把四季的資料合併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當然如果理論上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大部分 像合併會算這個功能 我是覺得可以用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那麼好用 所以理論上還是寫程式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建議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那麼來看一下這個 題目說明是說 這個公司的會計人員 他登入公司的那個什麼 銷貨成本跟一頁成本 然後老闆想要知道每個月的總成本 然後平均啊 合計啊 標準差 然後需要怎麼樣 匯整第一季到第四季的金額 然後顯示每個月的金額做比較 他想要做比較 不過如果做比較的話 我覺得視覺的話應該會更清楚 你們一到四季畫個圖 老闆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給他報表 可能還要再看半天 最好畫圖會更清楚 但這一題題目沒有要畫圖 第三類才有畫圖 OK 所以以後你們要思考 如何把那個資料做視覺化輸出這件事情 其實是相當重要 你讓人家可以一目了然 馬上就可以知道說這個資料 這個什麼 這個數字背後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然後你就可以假設要做決策的話 比較知道說要怎麼樣開圓截流 老闆最在乎就是哪個地方花太多錢 這地方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有沒有 檢討一下開個會 然後或者甚至把它預算減少 然後可以多賺的 那個東西賣得更好 這個地方為什麼賣得更好 趕快再加 趕快再多進一點貨 這樣的話當然自然而然公司的獲利才會成長 不然的話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讓老闆知道說哪些要增加 哪些要減少 我覺得老闆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最好你不要給他一堆報表數字 看著頭影腦上的 你倒不如給他什麼 給他一些圖 一看馬上就知道了 往上往下 多、少、比例 馬上一目了然 簡單又清楚 對不對 所以 老闆也不用太聰明 而且老闆也不一定很聰明 對啊 你不可能像老闆每個都巨細迷 像剛剛的公司 哪個老闆可以寫得出來 對不對 OK 寫得出來 老闆也自己很勞辱命 現在老闆沒有那麼勞辱命 困難的事情就交給別人做 他其實就希望怎麼樣 請的員工就是要越聰明越好 這個老闆比較聰明 OK 好啦 反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作答虛之其實跟前面一樣 另存新檔 存成EXA02 存在指定的資料夾就可以 然後設計項目的話 我們主要來看 那總共的話 一樣有123 應該大概也是三道題 底下還有四道題 這一題還蠻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不過我印象中難度應該蠻 沒有像剛剛那麼困難 第一個的話 記到第四季內容 將那個什麼呢 他說 取到千位數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它等於是千位的部分 後面假設有750 就把它什麼 歸零 那如果歸零 它有提供一個 這個敘述就是要用Round-down函數完成 所以它希望什麼 123 4G 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千分位都要拿掉 那千分位拿掉的話 不是說叫你手動 自己把它什麼 這個394 改成000 沒有啦 如果你全部都要自己改 那太累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件事的話 那當然 它有提到就是要Round-down 那我們簡單的方法 我可以在旁邊先做好 貼回去只有值 把它蓋掉就可以了 OK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們優標一起先放在I2儲存格 然後插入函數裡面找到那個Round-down 然後你可以找全部的Round-down 那我印象中它應該是數字裡面 Round應該是數字 數學 數學裡面的打個R 或者打個RU也可以 RU 打個RU好了 RU就出現Round-down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看到Round-down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先指到哪裡 指到這裡 那跟他講說我要取到千位數 那千位數剛好 如果0的話是整數 如果1的話是個位數 百位數 所以記得這邊要數多少 負3 負3 負3的話 指的就是取到千位數 那如果取正的話 就是小數點 0的話是整數 應該知道這意思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後面的394 750 這邊都歸0 然後把它向右填滿 兩個 OK 然後再向下填滿 填滿記得 大概到第10列就OK了 藍寬不足的話 你就把這兩藍選起來 快點中間這條線 點兩下 它就會藍寬 不過其實藍寬也不用調 因為其實貼過去 反正值它自動蓋過去 所以你要不要去調整藍寬都沒關係 但是呢 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現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傻傻的 你就做第一季 做完 做第二季 其實都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假設 希望一二三一起做的話 應該還知道 怎麼樣把四個工作表 有沒有選起來 記得按Shift鍵 先選第一季 按Shift鍵再點第四季 OK 那因為剛剛我 這個動作沒做 所以我建議喔 你可以有沒有 輸入公式這個剛剛 第二季到第四季沒做的 那沒關係不用重做 你只需要把游標放在這個I2 然後上面打個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它就又輸入到二三四季了 然後向下填滿 再向右填滿 這樣就OK了 等於是剛剛如果二三四季沒做的話 你不用重做啦 你說老實說要重做也可以啦 你就重做一下 二三四季就有了 然後再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呢 貼到這個B2的上方 然後按滑鼠右鍵 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就可以 或者你選一二三這個啦 只有值嘛 這個就是一二三 或者是你選擇性貼上 那只有值 它就會幫我把它蓋上去了 OK 好 那記得啊 游標不用全選 其實你只要把游標放在B2 它會自己把它延伸出去 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沒錯 沒錯之後的話 請你把I到K欄裡面的資料 delete掉就可以了 把它清除掉 這樣就OK了 好 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用run down的方式 可以把那個裡面的資料取到千位數 第二步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 算平均 底下的部分要算平均 那底下怎麼算平均 很簡單 因為上面的平 每個月的平均的話 你就選底下的什麼 B11到D11選起來 然後呢 用Average啦 不過上方這邊自動加總 其實就有這個按鈕 有個常用的函數 其中有一個是平均值 然後你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平均就算完了 有沒有Average自動 幫我們把Average的函數加在這裡面 好 再來的話 平均 應該比較簡單 平均的話就這三個平均嘛 所以一樣 這邊點擊平均值 然後呢 它會找到這三個 可以打勾一下 那一樣平均就算出來 那向下填滿的話 請你填滿到哪裡呢 填滿到第10列就可以了 黃色區域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的平均 是指的是這個範圍的平均 不是指上面這個範圍的平均 所以喔 待會兒的這個 這個儲存格 可能要特別小心 就是 它的公式 跟上面不太一樣 合計也是這樣 合計的話一樣 自動加總 只是合計的部分 並沒有包含平均 所以重選一下 選那個B2一直到D2 然後再打勾一下 那向下填滿記得也是填到第10列 黃色的區域就可以了 好 那標準X的話 題目好像要用哪一個函數 在這邊有 用那個 stdev.s這個 然後並且喔 要用 可以用這個 要用的 按插 nap 去到那幾位 計算四占工作 施捨不到整位 數喔 所以按插角的 OK 所以我們先用 stdev.s這個 這個函數 算標準X 那一樣喔 當然這邊沒有標準X 我用其他函數也可以 或者你用插入函數這邊也可以 然後找到標準X的函數 理論上應該是放在統計類 如果你假設不確定是不是在統計類 你可以輸入S也可以 我知道你在統計 然後打一個ST好了 或者打一個S也可以 ST ST 有時候快速打一下 它就會跳到ST開頭 然後找一個STDEV.S 就這一個 題目要用這個來當成計算標準X的函數 然後標準X估計值 傳入樣本 它裡面可以接受這些參數 按確定 一樣這個範圍就是這個B2到D2 按確定就可以了 標準X向下填滿 好 那最後的話這三個儲存格 特別注意我剛剛提到 它並不是說上面的平均 而是指的是這個1到3月所有 所有資料的平均 OK 所以要怎麼辦 其實簡單的方法 但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向下填滿 其實向下填滿 這個就錯了 考試如果你假設直接填滿到第11列 就出錯了 為什麼 因為它除了向下填滿 它會把公式帶到下面之外 它連格式都帶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本來底色好像是這什麼顏色 底色好像是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橙色嗎 橙色了 就是你向下填滿之後 它就變黃 這個就變黃 所以Ctrl 字一下 要復原一下 那怎麼做 首先當然呢 底下這個應該是平均這個範圍 所以我有個簡單的方法 乾脆你就是平均 油標放這邊 然後去選擇這邊有個平均值 然後呢 它會去選上面範圍 不對嘛 沒關係 重選 選上面這個範圍 1到3月的一直到油費 就是B2選到D10 OK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而且你會發現格式沒有變 那核氣的話也是一樣 核氣的話就是 自動加總這邊有個加總 然後呢 把範圍改成這邊 打個勾 那標準差的話呢 一樣就是你插入了 其實在插入函數裡面呢 最近使用過的 它會有一個類別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說 還在找ST 那太麻煩了 最近使用過函數 第一個就是了 直接按確定 然後把範圍再選 B2到D10 OK 這樣的話 確定 就完成 第一階段了 所以喔 這個題目部分 它主要是做這些 所以剛剛用Rundown 我們把它貼過去了 第二的話呢 就是計算那個 相關的函數 計算每個月的總計 OK 我們都計算好了 然後 剛剛做的第二個部分 有沒有 一直到1跟2 基本上完成 然後再來 剛剛第三好像有做完了 平均和計標準差 那一樣是記得 B2到D10 所以我剛剛是按照這個題目裡面要的 所以第三剛剛也完成了 所以這蠻簡單的 那 45錄到整數 我剛剛漏掉了 所以45錄到這個可能漏了 這個外面還要包一個Rund 所以打一個R OUND 所以Rund 然後記得喔 斗點 整數的話是0 0的話是指的是整數 後刮符一下 然後打個勾 OK 所以這邊記得要加 那剛剛這裡好像也漏加了 所以這邊也順便把它補一下 Rund R OUND 前刮符 然後記得後面的話呢 在斗點 0 後刮符 所以啦 以後如果你們考證照的時候 記得做完之後啊 如果有時間 就回頭去 再驗 確認一下 你每個動作是不是都有按照題目要的 所以常常這個檢查這件事情也蠻重要的 有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可以檢查出很多的錯誤 OK 向下填滿 好 那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 OK 再來看年度報表 所以123 4劑 等於4就完成了 那你當然現在點第二劑 你可以看到第二劑有 第三劑也有 第四劑 可是問題喔 目前喔 123 4劑 目前還是在 就選舉狀態 所以如果你要把 1到4劑選舉狀態取消掉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點的是 1到4劑以外的工作表 那我點年度報表 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選舉狀態就取消了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 1到4劑就沒有被 可以重複選舉喔 好 那接下來最後 他要我們把那個年度報表 把它合併在一起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應該是 第四的部分 他說要 用那個合併會算喔 幫我們把 1到 什麼 1到4劑的資料喔 把它通通都合併在一起 欸 那以前他喔 如果你不會合併會算喔 以前要怎麼做 以前可能就是要選這邊 然後自己什麼 Ctrl C有沒有 然後這邊什麼 Ctrl V一個 有沒有 然後第二劑 選起來有沒有 Ctrl C 然後這邊再給他貼一個 然後再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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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有沒有 如果 你假設12個月 你就要貼12次 欸 那可是喔 他現在是希望 可以直接 怎麼樣 把前面資料合併在一起 你不用再用貼的 欸 那怎麼做,所以請各位先試試 我把它CtrlZ一下,把它恢復一下 反正就是利用那個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合併會算功能,在這邊 OK,那當然你可以看一下 它合併會算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來自個別範圍的資料 它可以幫你合併於一個單一的輸出範圍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多個工作表 你要合併到一個工作表的話 其實這個是可以幫上忙的 但是畢竟它還是必須要透過點點選選才能完成 我覺得還是不過快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寫個程式一下就OK 尤其是你要合併的資料越多 其實越適合寫程式 但這資料好像還四季就算了 就是大概合併會算應該可以解決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我是先選一到四季 記得按Shift鍵 先選第一季,按Shift鍵 選第二季 OK 然後呢 再把這個底下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平均比較快 然後這邊算平均,算這三個的 合計也就算,標準差也是這三個 那比較需要特別小心的就是這個 這個平均指的是這個範圍的平均 記得喔,這個平均是指的是這個範圍的平均 而且你不能直接這邊向下填滿 因為他會把格式也帶下來,所以不行 這個的合計也是這個範圍 標準差也是這個範圍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 如果假設啦,你說老師那如果我假設我 因為公式上面跟下面一樣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 我可不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直接套用 你說向下填滿不OK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有個方式複製 然後貼上的話,按右鍵 一樣選擇性貼上 你可以直接貼上什麼?貼上公式就好了 那貼上公式喔,他就直接把公式帶下來 格式不會帶下來 OK有沒有 那可是範圍不對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delete的料也可以啦 或者你不delete的料,你重選 再打個勾 這樣也可以 反正方法很多啦 我是建議喔,你只要找到一個方法 是你自己覺得最順 而且最不容易出錯的 就是好方法 每個人都有各自習慣的方法 你不要因為看了我的動作 你就硬要學我這個方法 OK,反而會不會 原來應該不會做錯 反而看了我的動作 反而做錯 那就不是好方法 你盡量用一個你自己習慣 而且不會做錯的方法 OK 然後這個底下 就把它分別 一樣喔,這個 如果像剛剛的馬伯 我把它複製 你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有沒有 選擇性貼上 只有公式 然後呢 一樣就把這個範圍 改動成這個範圍 可以打個勾啦 反正意思就是說 範圍不是那個範圍就對了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公式你可以把它複製 然後選擇性貼上 只有公式 所以選擇性貼上還蠻好用的 範圍改一下 把B11到D11 改成B2到D10 OK 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好 那四季的話都一樣 所以四季記得都做一樣的事情就OK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合併會算部分 把四季合併在一個年度報表裡面 試試看